都说贵人有贵相 什么是贵相 古人总结了四条 第一端庄厚重是贵相 一个人的外表一定要大方得体 不要过于齐装衣服 把自己打扮得与众不同 这种人很难有贵相 第二谦卑寒荣是贵相 说话总是夸夸其谈 很浮躁很浮华 那你也很难有贵相 第三世事有归着 做任何事情有头有尾 凡事都有交代 而不是开始的时候立了很大的志向 做着做着就销声匿迹了 这种做事无归着的人 很难有贵相 第四心存祭物为贵相 什么是心存祭物呢 就是做人不要太自私 什么事总想着自己 心存祭物就是要考虑他人的得势 这四条如果你能做到的话 一定是个贵人